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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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苏大菩萨为什么要建立净土 就是他把这个礼 然后通过趁心起修 万劫修持成为一个事项 然后这个事项 由河盘拖出来给你 那怎么给你 这个根本不是我们的境界 无法跟我们感应道交 没法交集 所以你看阿弥陀佛他这种智慧 所以这个佛制说 如来至远海 深光无牙底 二称非所测 唯佛都明了 只有佛和佛才知道 二称是没办法测度的 为什么 这样的净土 一般来讲 是要我们正斗无神法人 才能够跟净土的气氛感应道交 你才有可能到净土去 这个才可能 但是阿弥陀佛为了救度我们这样的众生 你又不可能无德无神法人 还要把你拉到这样的净土来 怎么办 他就把这所有的功德庄严 浓缩为一句六字名号里面给你 说你只要念我南无阿弥陀佛 我就能把你抓来 放到净土来成佛 这个是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们这个净 我们学净土法门 大大的 完全彻底的 就从事项而入 大摇大摆的进入净土 不要感觉他我没有智慧 这才是智慧里面的救济智慧 你对这个不敢相信 你不敢全体承担 你就是没有智慧 你能够这样老是承担 而且心甘情愿 说我就是没有智慧的人 我就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就执着这句名号 我就从事项上来就 我就不懂得空 你是大智慧的 你叫浅通佛智 暗和道妙 讲了那么多空心的道理 但是不懂得念佛 到后来都是画饼冲击 一场空 所以他讲空也就得到空了 他的报应刚好 他只要讲空 后来就没有得到真实的东西 在佛法当中 我们净土门从有门而入 当然道理它就对的 所以有很多时候 你很难讲 道理都很对 比如说 其实我也很喜欢听这些 因为都是佛法 圣道法门 净土法门都是佛法 你讲空里 但是我们听起来 反而特别亲切 反而讲的人 你就感觉 哎呀你讲得真好 真殊胜 他也讲得觉得很好 但是呢 我们俩听起来感觉不一样 就感觉这个讲的人啊 他在讲梦话 就他是梦里面的人 他跟你看你跟梦里面讲话 他也可以对的 你好 他好 是吧 你到哪去 你看他有对有来的 但是醒的人的感觉跟梦里面是不一样 因为他是梦里面的 就有的人讲空啊 他讲的就是不错 讲的挺好 但是他就是不在空里面 他说的也是佛讲的话 有来有往 有对有答的 你就感觉为他感觉可惜 这么好的道理 你怎么就不让念佛呢 他就是这就差这么一截 就差这一截 他一旦醒来 就不一样了 再比如 再比如这个手机的原理 手机 现在老太太都会用 当然老太太懂得手机的原理吗 他也不需要懂 他也不可能懂 我们很多人 你也不懂 但他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知识体系 所以他用起来很方便 只要使用就可以了 这就是事项 就我虽然不懂 你拿个手机来 我会使用 这所有的道理 是不是都含在这个当中了 你那么多道理 还不叫人家按一下号码吗 对不对 你一千道理 一万道理 要落实在 按一个139多多多多多 能够打通对方 这就是道理 事实甚于雄辩 你讲那么多道理 结果手机拿来 打不通 没用了 所以我虽然什么都不懂 但是如果这手机按 就能够接电话 无穷玄妙道理 都在这一句当中 所以我们如果讲净土门来讲 无穷玄理 归于一句六字名号 你讲再多三藏十二部 这些道理 你只要念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统统包含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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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